年輕人為什麼不喜歡民進黨 不跑去國民黨 而跑到民眾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藍綠一樣爛 藍綠是一樣爛的 可是現在他們唯一認為 有一道曙光的民眾黨 又跑去跟國民黨合了 你知道那年輕人心中的 玻璃碎得多嚴重你知道嗎 這也是阿伯為什麼要哭 我認為阿伯是因為這樣子哭 他覺得民眾老百姓年輕人 把這個清流放在他身上 可是他又回到去跟侯友宜合作 他合作的原因是 年輕人不是要嚇一下民進黨 他錯了 年輕人是希望超越藍綠 這是很多年輕人心碎的理由 陳軍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我很客觀地講 您講的一部分是對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必須要闡述的 就是說其實在政治上面 我們沒辦法做到100% 我們堅持最大的理想 做最小的妥協 這一次 為什麼之所以柯文哲會簽名的 一部分原因我相信是因為龐大的 這個民意給他的壓力 不是當場三個比他一個 我認為你能怎麼樣 三個打他一個嗎 這是他在這個走全台灣的時候 要感受到的民意壓力 年輕人是我們最大的支持群眾 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他們的問題是什麼 並且提出這個解方 可是換句話講回來 2300萬人其實不只有年輕人 當然 還有很多年齡的人需要被照顧到 對 所以身為一個不管總統參選人 或者是一個政黨的領導人 你要看到的不只是你自己的支持者 你要看到的是更多 或許他根本不表態政治的民眾 而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辛苦的民眾 那我認為是這一群人給了 柯文哲很大的心理壓力 而在現在的選戰當中 就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在野希望這個不要講在野了 民眾希望政黨輪替的還是比較高 在比例上面 希望政黨輪替是希望國民黨執政嗎 我認為他們不見得是完全希望國民黨執政 只有22%的人希望國民黨執政 但是他希望政黨輪替 對 希望輪替 只是說政黨輪替要用什麼方法 對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 對 那所以說我覺得 這個這兩天的轉折點 應該是出在於這個壓力上面 如果最後宣布的是柯侯佩 他們覺得阿伯不如連附的都不要當 直接變成不分區 把你們的不分區衝到最高 讓國民黨自己去選總統 我不迫害你的團結 我把民眾黨的不分區衝最高 進入立法院 阿伯在立法院裡面的發話語權 遠遠超過副總統的話語權 這是有基層說的 你知道嗎 與其去當一個沒有權利 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不如柯P進立法院 用柯P的影響力 然後帶著你們這一區 因為如果柯P進入不分區 我給你保證你們的政黨票 一定會衝高 一定會衝高 為什麼 我不屑副總統 那個沒有權力的名我不要 我進立法院 我做事嘛 我是捲著袖子做事的人 你們民眾黨的不分區衝高 順勢帶著你們幾個 有可能當選的立法院 您認為不分區衝高 跟改變國家的命運 讓這個65%的台灣人 希望政黨輪替的人 過比較好的生活 哪一個是取捨比較重要 阿伯不選副總統 並不會影響政黨輪替 因為他不是選政的 但是我可以和你不分區衍高 所以這是不是很重要 我會不分區衝高 我會做的東西 你不分區衝高